房子可能是租的 但生活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因此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品质 再上一层楼 是当下年轻人中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当然要想过上精致的生活 首先得要有一个好帮手 12月8日 幽某精品生活方式平台 举办的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精品生活史上盛典 2017年中国奢侈品网络 消费白皮书发布 及库克大会 在上海举办 皇冠中 逃跑计划等 受邀出席 在此次年度盛典上 主办方宣布将整合 多方面的资源和资本 对工匠 设计师 艺术家 等精品生活创造者的扶持 使原创品牌 手工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追求 该平台创始人兼CEO 李日学表示 一直以来他们想做的 都是让中国人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真正落地 在所有到场的库克中 皇冠中无疑是 最受瞩目的一位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作为当天 众多库克的代表 他并不是以大家 所熟知的歌手身份出席 当天在现场 皇冠中打方透露 其实自己开始画画的时间 要比做音乐的时间早得多 但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画了 甚至还表示自己要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还没开始玩吉他之前 但是我很小就玩吉他了 因为我大概12岁就会弹吉他 就在之前就 在之前 在之前 就开始画画 就只会在你想爬 除了爬 就是塞东西 嘴巴 就画的 其他就是画的 所以你是画画的时间 其实是比做音乐的时间要久的 一定 这一定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样 说不数字 阿炮你又唱歌唱了多少年 我唱歌唱了三十几年 画画画了多少年 四十几年 除了发布各种高大上的数据 众多追求高品质的库克分享经验以外 当晚盛电还有一个不小的亮点 以原创作品文明的乐队逃跑计划 当年是现身为盛电助力 现场也是连唱了几首代表作 赢得了阵阵掌声 出发飞出发飞发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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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有没有一个透明的心 可回流泪的天气 给我再去相信路纪 愿我望远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体力 每当我迷失在夜里 每当我迷失在我的心 请记忆我靠近你